大家好,这节课咱们就一起来继续上节课的一个操作 对这个乱码进行一个解决 我们上节课录制了一段登录和发帖的一个新能词脚本 然后发现里边有很多的乱码 那么这个乱码我们一定是要想办法去解决的 否则我们后边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编辑这个脚本 或者去修改它 因为不知道到底修改了这个东西 删掉以后是个什么东西 包括这边我们发帖子 这些标题全都是乱码 那怎么来解决 在rollrunner当中要解决乱码的问题 有两个地方都有可能会接受到 由于乱码导致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就是咱们在脚本的录制的过程当中产生的乱码 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脚本的运行的时候 也有可能会因为编码不一致而导致这个问题 导致乱码产生这个比方说不匹配 或者说我用这个不同的编码格式去匹配对比比较同一个支付传 那肯定比较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 都产生等等这些问题 那么这两个呢 最简单的方式 咱们可以通过修改rollrunner的这个选项来完成 对于乱码啊 我呢给大家写几句话这个背注一下 第一个 乱码产生的第一个方面是录制的过程 产生的乱码 第二个呢 是咱们运行的过程 编码不一致啊 导致的这个问题 那么对于录制过程也好 运行过程也好 在rollrunner当中呢 我们可以通过修改选项来完成 当然也可以通过呢 编码的方式来完成 都可以 我们呢先来看啊 第一种通过选项的方式是如何来完成的 在这个录制的时候 咱们默认的情况 rollrunner是使用什么编码格式呢 它是使用跟我们当前这个操作系统 一样的这个编码格式 比方说我现在这种操作系统 它的区域设置 虽然它的版本是英文 但是它的区域设置呢 是中文 它使用的默认的编码格式呢 是中文编码 也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GB的系列编码 GB系列的 比方说GB2312 GBK和GB18030 这都是标准的中文的编码格式 简体中文 简体加繁体 中文超大字符级的一些编码 那都是中文针对中文 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被测的系统 或者录制的这个页面 它所使用的编码格式不是GB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导致编码不一致的 这种情况 最后呢 体现出来的就是这种乱码 比方说我们看看啊 咱们这个PHP-Wend 它使用的编码格式呢 其实是UTF-8 这个我们可以通过查看这个页面的原文件 查看原文件 在前面的这个HTML的头的声明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字符设置是UTF-8 看这个就行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会导致说 出现了编码不一致 而产生乱码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一种方式就是 把我们的这个 被测系统的编码完全改了 改成GB 来适应我们工具 那当然这个动作太大了 而且我们不可能去修改 被测系统的编码 编码格式跟很多东西都相关的 为什么我们需要用UTF-8 因为实际英文 我们这样这个论坛里边 不大多可以显示英文 还可以显示德文 日文 韩文 都可以 所以我们不可能因为一个工具 而去改我们自己的编码 因为一改这个整个系统 包括数据库的很多设计 都需要去改 包括编码都要改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只能选择第二种 那就让我们的工具 去主动适应这个备测系统 那当然本来就应该这样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通过修改RORUNNER的选项 来确保这个录制的过程 和运行的过程 都不会再产生乱码 那么录制的过程的乱码解决 是在我们的录制选项里边完成 在Tools菜单底下 有一个recording option 注意录制选项 这是我们后边呢 也会经常使用到的一个 选项的修改的接口 录制选项 也就是所有跟脚本录制过程当中的 一些设置直接相关的这个选项 在这个选项里边呢 有一个advance 高级 在高级选项的这一部分里边有一个 注意看啊 叫supportchasset 是否支持制服编码 默认呢 是没有勾选的啊 当我们默认安装好了以后 它都没有勾 由于我们的备测系统是UTF-8的 不是我们本机的这个编码 所以呢 选择support 选择支持UTF-8 那当然了 这边啊 我们它提供的主要就是本机编码和UTF-8 因为对于任何一个操作系统或者语言版本来说 要么它使用的就是本机的编码 在中国是这样 在日本韩国啊 等等这些亚洲国家 因为他们我们的这个制服编码都不一样 那么都有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编码 也那也可以选择使用统一的UTF-8编码 这两种编码格式啊 一会儿我花点时间给大家讲一下 他们到底差别在哪里 我们现在呢 只需要简单啊 通过这个选项的勾选 就可以解决录制过程的乱码的问题 好 勾选了以后 我们不妨呢 现在新建一个X型 再来录一下刚才这个过程 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录制的过程已经就没有乱码 点start record 这些选项都保持在 所以呢 不用去修改 选择录制啊 这个等待他打开这个浏览器 好 我们呢 点击登录 输入用户名 登录 登录完了以后呢 进入到某一个板块 点击发体 而我呢 这个 不要方便啊 直接把之前发过帖子的标题 拷贝过来就行了 序号呢 改一下啊 避免这个 帖子的标题和内容的重复 提交 提交完了以后 点退出啊 跟我们刚才第一次录制的整个过程啊 几乎都是一样的 就是无非刚才我中间稍微多了一步后退的操作 好 录制完了以后呢 咱们就直接停止 好 停止 这个时候我们看看啊 录制出来的代码当中还有没有乱码 X2啊 咱们看看里边还有没有乱码 我们看到 这 登录就登录啊 没有乱码 后边的课堂链器就课堂链器 新铁就停新铁啊 都没有乱码 那么看看铁字的标题 也是正常的了 对吧 没有乱码 OK 就通过这个选项的修改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录制的时候 录制选项里边的修改啊 注意它仅仅针对代码的录制有效 录完了以后呢 这里边所有选项就没有任何影响了 比方说脚本 这个脚本我们已经录完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改这里边的选项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你爱怎么改 怎么改 这边脚本我该怎么跑怎么跑 两者是没有关联 改好了 就是所以说要录制之前要去改选项 那么就录制之前先把这些选项改好再开始录 好 那么运行的时候也会导致一些乱码的问题 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拿去修改运行的时候的一个关于编码的选项 那么运行的时候的选项呢 是在咱们这个Vuser这个菜单底下有一个runtime setting啊 一看就是运行时候的一个选项 那么这个呢 牵涉到咱们的新能词脚本运行的时候 到底有些选项该怎么来这个设定 那么关于这个运行时选项里边 utf-8编码的支持呢 是在这个preference底下 这边有options 往下稍微拖一点点 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个convert from to utf-8 要不要从转换成utf-8 默认是yes或者no 对应的1或者0 这个我们都可以看 yes就表示去要转换utf-8 no就不转换 那么到底yes还是no取决于我们的这个系统的编码 如果我们备测系统使用的是utf-8 那这边呢 大家选择yes 否则的话呢 建议选择这个 就不需要去专门转换 所以啊 我们通过这两个选项的切换 那么就可以示出来一个结果 这个在后边我们对使用 学习这个 新的no runner工具里边的一个检查点 这个功能的时候呢 也会专门再来看到啊 所以先了解一下这个过程 这是运行时候的一个编码的选项的修改 好 那么这样改好了 乱码没有了啊 这样我们看上去啊 就会比较清爽一点了 可以对这个代码呢 进行更好的一个维护 那现在呢 就给大家简单补充一下啊 关于这个编码的一个差别 就是我们的国标的系列编码和utf-8的一个编码 它们的一个差别到底在哪里 gb的编码 无论是上边哪一种国标的这个编码啊 我们统成本gbx好了 gb-x 这种编码的话呢 它 由两个字解来完成 两个字解到底可以有多少编码啊 这里边呢 就咱们要需要了解一下二进制了 我们知道一个字解呢 是等于八位 那所以两个字解呢 它是等于16位 就是说两个byte啊 等于16个bit 那么16个bit 每一个bit 它可以选的值就是二进制0和1 要么是0 要么是1 那么16个bit 它的组合有多少种呢 那也就是2的16次方种组合 2的16次方种组合呢 对应的就是65536 这么多种组合 这是对于gbx的这一系列编码来说 有两个字解 它可以表达65536个字 说白了就是65000多个字 它可以表达这么多个字 而我们的中文的话呢 应该说我们日常使用的 最常用的字就几千个 加上一些简体繁体超大支付器 可能也就两三万三万多个字吧 所以6万多种组合 完全可以把这三万多字全部表达了 而且还用不完 相对于给每个字一个唯一的编码 那它的编码既然是16位 相对于每一个字的编码 就是从0000 一共16位 一直可以编到1111 那这个中间的组合呢 就有65536种 对于中文来说啊 足够了 而UTF-8呢 它使用的是三个字节 的一个编码 三个字节那乘以8就等于24个bit 24位 那么它能表达的组合 那就是2的24次方种组合 2的24次方是多少呢 2的24次方等于16777216 没算错的话应该是这个字 16777216种组合 那么为什么UTF-8这种编码格式 需要用三个字节来表达一个中文字呢 原因在于UTF-8 它是对全世界的文字进行统一的编码 我们的GB呢 它只需要对中文进行统一编码 所以6万多不够了 只有三个字节 那就相对于浪费了一个字节 6万多个已经足够表达这个咱们的中文 而对于UTF-8来说 它需要一个对全世界所有的文字 进行一个统一的编码 那它呢 两个字节 你看全世界的文字 不可能只有6万多个 我们中文就占了3万多个 占了一半多 那么再加上什么 藏文 韩文 日文 特别是亚洲文字 什么阿拉伯文等等 文字很多很多 所以呢 两个字节搞不定 我们肯定全世界的文字也没有 1670万种 用三个 我们最理想的呢 就不是 不是用两个字节 最好的理想呢 就是用 比方说2的20次方 用20个位 20位来表达 应该就能把全世界的文字都表达了 但是20位呢 它不是两个字节 也不是三个字节 这就会导致计算机显示就出问题 因为计算机只能一个一个字节显示 所以的话呢 那只能推二求之 那就选择三个字节 三个字节 1670多万种组合 就可以把全世界的文字 全都给统一的进行编码 也哪怕以后 我们这个 一直移民到火星了 我们使用的都是火星文 也可以把它给囊括进来 OK 这是UTO干法 好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如果说 我这边同样的有一个字 比方说就叫我 我这个字 如果用GB它的编码 应该假设 我们就给它指定一个 随便指定一个 GB它的编码 因为是16位 100000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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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假设这是我的一个GB的编码 但是在UTF-8的编码里边 它就因为它变成了24位了 它就应该是 我随便考一个过来 比方说 它的编码应该是在后边 我前面给它加8位 加4位 后边呢 给它加4位 这是随便的 随便的一个编码 当然他们本身 GB和UTF-8 是有对应的 有对应的规律的 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所以这样呢 才可以 这些工具 才能够提供对编码的支持 如果都完全 不能没有办法 互相的转换 完全独立的 那这个时候一定会出问题 谁都没有办法支持 所以他们是有对应的关系的 但你看 我现在如果是用 两位来表示我 GB没有问题 用三位的UTF-8来表示我也没有问题 但是我现在比方说我low runner支持的是两位 而我背策系统支持的是三位 怎么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我的这个 比方说我这个字 那他呢 因为他只取相当于只取前边16个位 那他就只取到这儿 取到这儿的时候 他还是我的编码 就不是了 有可能他对应的是另外一个 不知道是什么字 好 然后呢 那后边生的这八位怎么办呢 后边生的这八位 有可能会给下一个字的 下一个字 我们看下一个字 他是不是还有 24位 那后边的这八位 他又跟下一个字的八位 共同构成了一个16位 这个时候又会多生出一个中文字 这个字叫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那后边还剩个八位 又是一个中国字 这个中国字有可能存在 有可能这个编码 压根就不存在 不确定 所以这个时候 你看我们再回到 刚才这个乱码的时候 我们虽然对应的 第一次操作的 它是不是叫登录 我们后边看到了 它对应的就是一个登录的操作 但是这边我们看到三个 中文字 好像还是繁体的一个中文字 的确像个中文字 对吧 应该不是说很乱 很乱的乱吗 不像后边这种 这种就是完全是 这个编码没有办法识别 你看我们登录 明明只有两个中文字 现在呢 用UTF-8编码 它是不是就可以变成 认识别出来三个字 这三个字呢 其实就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本来这边UTF-8编码只有两个字 两个字对应的就是呢 六个字节 但是中文 因为中文的编码 六个字节其实可以表达三个字了 最后呢 我们录到的就是这么三个中文字 这就是乱码产生的一个原因 所以呢 我们要解决这种乱码 就需要保存我们的工具和备测系统的编码 格式是一致的 大家呢 下去可以做一个简单实验 这边课堂上我就不再给大家演示了 这个实验怎么做呢 就是你拿一个比方说archedit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写字 记事本的工具 你呢 用GB的编码写下一段中文 然后再用UTF-8的编码格式去保存一段中文 然后呢 表存网络以后你去查看他们的这个文本的大小 UTF-8编码的这个格式的文本的内容 他所占的这个大小是要大一些的 大的就是这个比例 如果是全是中文的话 那这边呢 也特别强烈一下 如果是 ASIC码 也就是啊 ABCD 0123 大写的 小写的 还有一些标点符号 这种ASIC码 那么呢 他无论是什么情况下的ASIC码 他只会占用一个字节 他会使用咱们的ISO-8859-1 这种国际的 对于ASIC码的一个编码标准来进行编码 只占用一个字节 因为ASIC码呢 加上扩展的ASIC码 只有256个 最多只有256个 标准的ASIC码是只有128个的 128个呢 对应的其实是2的7次放 那么一个字节呢 是8位 是2的8次放 可以表达256种组合 所以占用一个字节就够了 即使我们把它放在UTF-8编码里边 这种 英文 ASIC码 仍然只会占用一个字节 放在中文里边 也是只占用一个字节 这是它不会受任何其他编码格式的影响的 这个呢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关于乱码的 我们通过选项设定来修改 那 后边呢 关于乱码 我们还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当我们遇到的时候呢 我再给大家讲 我们呢 除了使用选项以外 还可以使用Lowrounder的函数 专门进行编码转换的函数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这节课呢 咱们就先到这